今天呢继续这个美股股指期货短线交易复盘这个系列 那么今天已经是9月15号了 我们复盘的是上一周的行情 也就是从9月7号到9月11号的这个行情 这一周呢可以总的来说是非常动荡的一周 应该说是自从三月底这个熔断之后 最最动荡的一周 就是出现了很多 就是比较辅比较大幅度的这个下跌啊 那么我们分析的是这个纳斯达克股指期货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 我一直在做的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呢 它的这个流动性 以及它的这个活跃的程度 资金活跃的程度 使得它肯定是最适合我们做短线交易的 那么由于我呢 之前已经制定好了策略 就是我在这个品种上基本上一直是坚定的做多的 那么所以在这一周呢 就是目标就是保住我的本金就可以了 不要产生什么过大的亏损 事实上我也确实做到了 那么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一周的行情 从9月7号这个期货一开盘开始 这期货一开盘呢 就直接就是大幅的往下跌啊 直接跌了很多 然后 虽然我很少分析盘外的这个时间吧 但是遇到这种很大的这种变化 我还是要分析一下的 然后跌到这之后 在这个位置啊 出现了一个好的机会 往下一根上一根大连线 又下来 然后又给它护住啊 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呢 当然了 可以做一波就走了 所以 这盘前就是一个低开 因为这一周呢 只有四天的行情啊 这一周只有四天的行情 因为这个周一是一个劳动节啊 所以说 它的行情是从周二开始的 由于上周五呢 出现了一个先大跌 然后后 然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弹 然后之后它又下来 对吧 之后 它又下来之后 那么我们就是猜测 它在这个周二的时候 可能会先碰你 可能有可能会达到 它这个上周一的那个低点啊 上周五的那个低点 然后可能再往回反弹 或者说 嗯 怎么样 反正是挺不确定的 然后这个 这之后就行情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因为这周一也没有开盘 我们就直接翻到这个周二开盘的时候了 我们应该知道 它这个 之前这个周五收盘价 大概是在这里的 116 哎呀怎么给删了 嗯 1161几这块 大概是这里 然后收盘前呢 它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跌破 所以 它一下子啊 收盘后和这个周一开盘 一下子下去了很多啊 我们直接翻到9月8号 开盘的时候 对应的是这个Metrader上的这个莫斯科时间的这个16点30分 16点30分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开盘前呢 嗯 就开始下跌了 开盘前四个小时的时候就开始跌了啊 跌了很大一波了 就是从盘前刚一开啊 这是正好是美股的盘前刚开的时候 刚一开它就出现了很大的坑很大很快的下跌啊 然后就没有什么反弹之后就一路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感感觉到事情不是很好了 对吧 然后它后来也一直在往下走 然后这是到了开盘的时候 到了开盘的时候 比前一天是低开了3.7%之多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开盘的时候是118几啊 之前一天收盘是116一几啊 就是直接低开了400450多个点啊 就是430个点吧 将近3.8%的幅度啊 有很多股真的是跌幅非常的大 像特斯拉一开盘跌幅就是10% 14%啊 将近14%的跌幅 所以说呢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盘前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支撑 我们应该比较自信的啊 现在这里可以去做多了 因为毕竟它一开盘还继续往下大跌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啊 然后一开盘往上一拉 然后拉过了之前这个阻力位置呢 它就又下去了啊 这也和我们想的一样 它可能有这么一个二次的探底 然后一下子又下去了之后呢 它在下边的位置又找到了支撑啊 又往上 那么看到这一波回来之后啊 我们可以确定它这个支撑还是暂时比较可靠的 然后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没有下去之后 确定了这个支撑我们可以在这再去加一点 然后呢 它就往上走啊 往上走 然后哎呀 冲过了被这个阻力又拉回来啊 然后又在这形成支撑 我们可以继续持有 继续持有哎 持有到这 嗯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在五分钟级别上出现了连续两个上影线 这个时候 我呢就在这跑掉了一些在这个出现跌破的时候跑掉了一些 这一波呢啊 大概是虽然看起来挺小的但是这其实有一百八十个点啊 我那天也不敢用多大的仓位但是这个就是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幅度啊 之后呢 我们看起来他可能就是暂时上不去了 因为毕竟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大跌嘛 一下子就涨回来了百分之二 嗯 不到百分之二吧 将近百分之二这么多 他很有可能是暂时不太会上去了 然后我们猜测这一天可能收盘的时候还是要 嗯回到之前这个收盘价啊 甚至在更低的位置 所以 嗯 我们可以暂时观望但是还是要积极寻找做多的机会 然后这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这这个位置啊 他这个下边的支撑还比较强 然后他又上去啊又上去 然后比如说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多的 但是一上去哎也上不去又下来了啊 我们就小止损 然后他就又下来了哎呀结果 直接跌破这个支撑了这时候我们就 我就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会有可能就一直就 又卡在这个 范围里了啊 这个 看到这根这里出现跌破之后 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他这一天应该是回不到这个高点去了啊 所以 嗯 我们就应该 仔细的想一下这一天是否还适合做 如果说做多的话我觉得这一天 可能就并没有什么机会了啊 然后他哎在这又形成了支撑 你可以在这在小做一下啊在这的小做一下 然后上去哎又下来啊这这这个就在这震荡 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就把它平掉好了啊 然后又下来啊 一直在这震荡 然后呢 这个位置看起来也是要往上走的意思啊 嗯 但是毕竟 他还没有他在他在从这里啊 他在涨过这里这个位置之前啊 我们还是不太适合去做多的 一直也没有涨过啊 然后到了这之后啊 一根大阴线就下来了 然后这呢又形成一些上影线啊 说明嗯 这有可能再也上不去这个位置了啊 所以我们在这之后啊 他他在这个他直接跌破了这个支撑 然后就是开始往下走了啊 直接回到了开盘架 回到开盘架之后产生一些反弹 然后再反弹哎呀 又往下走 直接啊 直接跌了很大的一波啊 从这个位置开始 263的位置到这个080这个位置 直接跌回了 直接跌下来了180个点啊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跌幅已经是达到了 4.5%了 4.5%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4.5%这么一个幅度 产生了重要的支撑 那么我们可以比较尖 可以就是如果仓位可控的话 可以去进一点多单呢 我觉得 嗯 那么 他这一波反弹 我们肯定是错过了啊 这个我们肯定不不可能 一看到这个就在这去做多 这个还是不太实际的 但是呢 一上去之后下来又支撑住了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去做多一点还是可以的 嗯 嗯 所以 所以这样啊 这样之后 嗯 看到他反弹了一些 反弹了一些 看到这个 呃 被被吞没了 被吞没了 我们就走掉就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 确实啊 做不了什么波段 只能做一些超短线 而且你这个超短线盈利的这个 过程也肯定是非常曲折的 不可能那么简单的就盈利了 因为他的 他这航行中 他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啊 我们只要是确保啊 小仓位操作 然后 嗯 小仓位 然后跑的快啊 拿的 嗯 不要拿啊 不要不要觉得自己就抄在底了啊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这里到底是不是底啊 所以说 嗯 之后呢 他又 他收盘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跌破 又跌破这个位置了 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惨的一天啊 最后收跌在百分之四点八啊 这一天整个跌幅是百分之四点八 这个位置 然后呢盘后 嗯更惨的是盘后啊 嗯他这个期货开盘之后还来了一个跳空啊 接着我又往下跳空 哎这个我觉得真是太惨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无法理解了 但是跳空之后呢形成了这么一个底部啊 我觉得这个位置 既然已经这么惨了我觉得恐慌已经基本上到极限了是吧 我觉得在这个底部的这个 这个底部进去啊进去 在可控的仓位一下啊 我觉得是可以拿一拿的啊 多可以是多持有一些时间的 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呢他就开始反弹了 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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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哎 到这呢 如果我们近在了这个位置啊 970的这个位置 那么到了这个阻力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160多个点的盈利了啊 哎 然后他之后还在反弹 嗯 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我们就 嗯标出昨天收盘价 然后看一下 嗯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下一天的走势吧 这是呃9月9号 看一下9月10号的 收盘大概在1106几啊 106几的位置 过了 嗯 然后这一天的开盘呢 直接开在了1126几的位置啊 126几 也就是大概高开了2%啊 大概1.8%吧 对我记得 当天高开是1.8% 然后呢 嗯1.8% 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知道这一天 肯定就很大概率 他是要收涨 比较多的 但是 也不知道他具体啊 什么他他是否会比这个位置高 以及他的开盘后会不会再跌一下 对吧 当然如果我们 进在了前一天盘后的那个位置 呃110 呃1097几的那个位置 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肯定是很好的啊 我们可以暂时留着我们仓位 因为他跌的话 他应该也不太会跌破这个支撑啊 这个支撑 11205这个支撑 这个 从盘前可以看到他这个支撑还是很强的 如果我们开盘的时候是空仓的 那么我们就 嗯 尽量的先等待啊 先等待 最好等他跌到11205这个支撑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积极的去进这个多单啊 开盘往上一冲啊 这个肯定是不不跟的 然后他就下来了啊 这个我们也不看 然后又又又在这震 这一天开盘这个阶段啊 这个震幅真的是 是非常非常的疯狂啊 他有的时候经常是一单砸下来 他这个 切货就就要震这个 30个点之多啊 就是经常是 那么两秒钟的时间 他就要震这么30个点 就是波动真是非常的浮宽啊 嗯 所以这一天开盘的时候 我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过滤掉这些疯狂的这些震荡啊 疯狂的这些资金的争斗 我们看好我们的支撑位啊 只要他没有出现重要跌破啊 我们就积极的在这个支撑上去买入就好了 所以他第一次啊 下到这 我们可能就错过了 对吧 错过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就是到这啊 到这见到一根下影线啊 这个没上去 然后这个也没下去啊 就可以在这买一点了 然后呢 他又没上去啊 又下来又下来 他这是下去之后又给拽回来 对吧 所以我们这时候在这再去买啊 在这再去买 所以 当然了 如果我们这个看不太清的话 可以在开盘的位置先近一点啊 可以在开盘的位置先 先近一点仓位 因为毕竟 这一天收涨大于2%的一个概率还是极大的 因为前一天下跌是4.8% 对吧 这一天我觉得至少至少反弹2%的概率也是极大的 所以开盘 开盘架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啊 然后他在他在这获得支撑之后呢 他就再往上啊 又没突破成功又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逐渐的再往上顶了啊 这个趋势就逐渐明确了 然后呢 这个突破啊真的是比较意外的 但是在这这一根巨大的阳线的途中呢 我们可以 从盘杆啊 我当时是从盘杆可以感觉到他确实是要产生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可以积极在这个这根大阳线的任意一个位置追进去吧 对吧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位置 见到他顶到这里了 顶到这里了 基本上就是90%的确认他可以往上突破了 就是大概在这可以再加一点仓位啊 然后之后往上没上去 然后下来又上来啊 这个我们就跟踪指引就好了啊 既然如果我们进在了这么优秀的位置 一二零八这个这么优秀的位置 那我们跟踪指引就好了 跟踪指引放在这个阳线下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 然后呢 放在在上一道这个阳线下的 哎 上去 然后又下来 看到这个之后 我们先出掉啊 先出掉 一一三六六啊 如果我们进在了比较好的位置 就比如说这吧 我们不太可能进在最底下的位置 因为最底下他的速度太快了 而且万一他真跌破怎么办 对吧 所以 一二二五啊 这一波有140个点啊 这个这已经是很多了 然后在这 出掉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掉下来 哎 拽住啊 又往下跌 哎 又拽住了 这就形成了一个双底 对吧 这就形成了一个双底 在这个位置啊 我是非常自信的 在这个位置继续把多单进回来了啊 在一三四七这个位置 我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呢 他果然 上去 哎 这在这个位置支撑非常的稳健啊 然后之后 开启了一波啊 很稳的一波上涨啊 然后我们就跟踪指引就好了 跟踪指引 在这获得支撑之后 我们持有 然后从这下来 跟踪指引到这啊 跟住到这 然后呢 跟住 然后到这 跟住 跟住 然后把指引放在这 上一到这 然后这 再到这 然后 这又获得了支撑 继续往上移 继续往上移 往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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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概到这个位置吧 然后呢 到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出现了一根 较大的这个阴线啊 这个说明 这个基本上在顶部出现这样一个阴线 基本上可以说明这段趋势是结束了啊 而且这段趋势确实已经走了很久了 所以说 如果我们是做波段交易对吧 我们不 我们能及时的啊 这个控制自己的这个贪婪的这个欲望啊 就是不贪多的话 我们是要积极的在这先去平仓的啊 先要积极的在这去出掉的 因为这一波已经从我们入场点已经110个点啊 如果说算上上一波这这一天已经250个点了 这个已经是极大极大的盈利了 所以说 如果你不在这出掉呢 那就是 那其实啊 就其实不是很好啊 因为我们做的是波段交易嘛 波段交易既然是波段 那也就是说见到波段的结束啊 见到波段结束 我们就要先出来对吧 再等下一个波段 如果 波段交易就是你不能去假设 比如说啊 今天涨这么好 肯定要收在最高点的 所以说我现在不走 一会儿回调的时候我再去加仓 对吧 再去加仓 反正他一会儿都能涨回来 确实大概率是都能涨回来 但是他又是 万一涨不回来呢 对吧 谁知道他会发生什么 所以说 嗯 最好还是要在这先去平掉啊 我觉得是 因为 说实话啊 我当时就是认为他当他这一天 肯定要收在最高点 因为这个涨得非常强势 然后我 没有在回调中去加仓 但是我等他去回本 但是可惜 但是我这这一波回调真的令我很难受啊 他这跌的都是很快的跌的很快 然后 然后每一波跌完了我就看似他回调要结束了 因为从我这个入场点开始嘛 我在这画一个Fibonessy回调 我看到这大概是38.2%的回调了 我就在这去做多 然后他一会儿又跌下来了 在这呢 大概是50%的回调啊 我觉得这又有支撑 然后我又在这去做多 哎 然后他又大跌了 然后呢 在这是61.8%的回调啊 我又去做多 结果他又跌了啊 就是我在这个回调中 每一次进的这个单子 我都 我都是基本上 以小止损 或者是这个 这个基本上凭着走掉了 反而呢 我之前这一波 我之前在这一波里赚的这个利润啊 基本上 很多都没了 所以说这个 我们就必须要强调 就是波段交易嘛 毕竟我们见到波段结束就一定要先走的 所以说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一定要把它平掉 然后等 耐心的等待回调 当然了 如果我们看到在这支撑有有支撑啊 那么就应该去做进去 然后呢 然后就是小止损啊 然后在这右手支撑 可以就是见到这个吞没之后 把它平掉 这就是有一点小盈利 或者是 如果 没走啊 那就是小止损啊 这没有办法 然后之后呢 再找一个 然后我们又看到这大概有支撑 这有支撑 然后再做进去 做进去哎呀 又下来了 但是他呢 我们 我们应该在这去走掉 在这去走掉 然后呢 在这 跌下来 然后拽回来了 哎 这个 这个2B的形态还是很好的 而且呢 也没有跌到之前的这个支撑这个低点啊 所以 我觉得这一波啊 这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我们在这做进去 做进去之后呢 哎 他之后又开始了一波 往上哎 没下来 我们 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 好 然后呢 到这的时候已经驴收盘只有半个小时了 嗯 风险也就逐渐加大了 对吧 那么我们再看到他这一波确认结束之后 这根大阳线完全被吞没之后啊 我们可以止盈 这一波 虽然只有60个点吧 对吧 但是 而且这个60个点涨的也是非常的曲折啊 不像这一波非常的漂亮啊 这一波涨的非常的漂亮 嗯 在最后呢 我在这 我们在这呢 可以把它去除掉啊 把它去除掉 然后之后啊 收收盘前啊 是一波这个快速下跌 然后又快速上涨啊 又快速下跌 这个时候我觉得 嗯 就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在做 我们可以就是在这看到有明显支撑之后去做一下 然后看到最上面这根阳线被吞没之后 就给它出掉 这可能还可以盈利一个30个点 然后这一波下大的下跌 我们就把它躲过去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一天来说 能抓住的主要就是 就是在最初的这个支撑 然后到最上面啊 这个大概有130个点吧 然后从这 嗯 从这 从这这个双底啊 到这个 这 这一个巨大的波段结束 这个有 嗯 这个有 这个有100 100个点左右吧 然后 之后这一波可能我觉得 在这个回调中可能有一些小止损 然后在这一波中可能 有小盈利吧 给它补回来 所以这一天整个来说 应该是可以赚到200个点以上的啊 200 情况好的话 可以有将近250个点的盈利啊 就是从做多的方面来看 嗯 那么这就是周三的这个分析了 然后 我们标出这一天收盘价 大概 是收在了比较低的位置 361这个位置啊 然后这这之前这个比最高点大概跌下来了 百分之一左右啊 这个 最后尾盘这个 出货的人还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 还是应该 小心一下 嗯 这个 下一天的就这可能会出现风险啊 然后 我们把这个347这个位置就去掉得了 留一个吧 就留一个这个361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翻到 嗯 周四啊 周四的这个开盘的时候 嗯 周四开盘呢 他又是高开了啊 高开了 然后 重点是啊 他这个之前没涨啊 然后 开盘前 一个多小时啊 忽然开始就往上涨了 涨得很快啊 就从这个时候啊 开盘前大概 开盘前大概两个多小时吧 就开始忽然就开始涨了 从这个33几啊 一直涨到了开盘竟然开在了 11510啊 这这 真的是 结果 这这一波这个盘前那个上涨比之前一天 这个盘中那一波大涨啊 比那个 嗯 比那个涨得还好啊 这个 这成了 这个竟然成了 这一周下来啊 最好的一波上涨了啊 最 最好最完美的一波上涨 你看每每一次都有好的支撑啊 每一次都有好的支撑 整个走的也是很平顺 所以这个 我也是比较无语啊 因为我当时没有看到啊 一一回来看到已经 已经懵逼了 为什么他就涨到这儿了啊 就是 没办法这个错过只能是错过了 然后开盘呢 之后啊 我们我们来看 既然他开在了这么1.4%的这个高开啊 所以我们 肯定要谨慎啊 除非看到强势的往上的突破啊 所以我们未必要去做多了 那么呢 开盘之后啊 出现一个反转 哎 没下去上来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要去做多了 啊 做多 然后他往上哎 又下来 那我们就止损掉了啊 那我们就平掉了呢 然后呢 他 没有啊 他他一直在开盘架附近震荡 这时候我们不做判断 然后呢他先下去 然后又上来了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这时候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时候还是机会还是不错的 他们在这又获得了支撑啊 我们在这进去 然后上去一波之后啊 在这震一震 震一震的又下来了啊 这个 这也是比较无语啊 我们可能在这赚了30个点吧 30个点就可以走了 然后在这呢又获得了支撑 又又获得支撑 我们可以再做一下 做一下哎呀又下来了 这就这就不太好了啊 这就不太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一波可能就是稍微能赚一点点啊 然后 然后他就下去了 下去呢 我们再找支撑去做啊 再再找这个下方的支撑 下方的支撑呢就是昨天这个11361这个位置了啊 昨天收盘架这个位置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波下跌啊 这波下跌 这有一个支撑 这有一个支撑 然后向上去又下来了 我们就小止损 然后这呢 我们看他打到前一天收盘架 然后立刻就拉回来了 拉回来 然后在这支撑比较强 我们在这进去做啊 在这坐进去上来下来哎又拽住了 然后又上来啊 又又下来啊又撑住了 然后呢他就哎 这块就不错 我们去跟踪指引啊 我们去跟踪我们的指引啊 在这块 在这块哎 然后他这最终 涨到这呢 又又跌破了 说明他无法再突破到比比这个比这块更高的了 没没法再回到之前这个区域了 我们在这波里大概可以转到70个点啊 在在昨天收盘价值可以转到70个点 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下行了 我们画出这个曲 我们为了啊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做多啊 我们画出一个趋势线 嗯 大概这样吧 大概这样吧 就是除非突破这趋势线我们就不会再去做多了啊 然后这啊下来下来又没上去啊 然后这 嗯上来一下这可能会骗一下啊 骗一下就立刻就小止损就好了 你又下来啊又下来 然后呢在这啊 再同样是在昨天收盘价之下的这个位置又形成了支撑 那么在这个支撑我们可以继续去做多啊 继续去做多 361这位置也就是昨天收盘价这位置啊去做多 做多上来上来上来 哎然后又下来了 我们大概在这去把它平掉啊 大概30多个点吧 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又在下下降趋势啊 在这种下降趋势中我们就不再在这个支撑上去做多了啊 然后我们再一次画出趋势线 画出趋势线 嗯 然后他就啊下来下来下来啊 这上上去一下又下来了这可能会骗一下 但是毕竟这个位置啊整体已经处于下降趋势了 在这个位置我们肯定就不会再去做多了 嗯然后就继续下啊然后加速下跌了啊加速下跌啊下下跌 嗯下跌然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啊这个这还是不错的啊这哎呀这怎么画了这么多线啊 把这个线去掉吧啊对这个没用 然后这个位置呢正好是我们之前那个阻力位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位置 反正在这嗯这还是有支撑的对吧一波下跌 一根阳线 但这个阳线没有收一根实线啊这个不太好 但是呢之后又出现一根向阳线啊这个还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在这去做多一下啊做多一下 然后看到这根阳线被吞没啊我们给它除掉 197啊大概可以转个20多个点吧 但毕竟它的主要趋势已经是这么一个下跌趋势 嗯所以就是 而且这已经离收盘只有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 应该不可能再发生什么逆转了 之后呢就是在这震荡了之后就在这震荡了 一直就到收盘了 这也没有什么机会了 每次看到这种往上涨的看似要往上涨这种 它肯定要会被摁下去 因为这一天它的这个卖单还是很强的 毕竟出现了这么快的 这么快这么大的一波跳水嘛 对吧 所以我们 这一波肯定如果说做多的话 也是不会再去做了 就是这样 然后这呢就就结束了 我们标出这一天的收盘价 大概11170 嗯这个位置呢我觉得 就是 嗯这个位置还是很熟悉的 因为他又回到了 嗯这这周二啊 这周二也是这周第一个交易日 开盘的那个位置啊 我们根据情景的联想 我们可以记得这个位置的支撑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还算比较自信的在这个位置去做多啊 但是呢 嗯做多的理由啊 可能只是 嗯一个是这支撑比较强 但是呢也必须要谨慎一些 因为之后有天是周五嘛 对吧 这种动荡的时候 这种动荡的时候 周五可能不确定性还是很强的 嗯 当然了 这个 我们可以想到他这个 如果这天下跌的话 他这盘后还是有跳空的风险的 所以我们肯定不可能一收盘就进这个多单啊 肯定要等这个盘后再去进 但是没想到呢 他盘后一下子是高开了 高开了 那我觉得嗯 我就觉得这个就没问题了 因为嗯处于下跌趋势嘛 然后盘后反而高开了 这说明一定有力量产生了扭转 然后呢盘外时间毕竟外力啊 外力比较弱嘛 对吧 他受的影响比较弱 所以有大概率他会延续这个 这个扭转的这个力量啊 将他趋势扭转的这个力量 你像本来处于下跌趋势嘛 然后一下子往上跳空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后在这去进多单啊 嗯 我觉得呢就是我们做股指期划 都要多从这个物理的角度啊 从这个 嗯 从这个 从这个运动啊 从这个运动受力啊 受力分析的这个角度来 来分析 来了解他这个运动啊 就是我们必要去感受他这个力量的变化 以及他目前到底在受什么外力的影响 嗯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所以说作为一个嗯 之前的这个工程专业吧 以及这个高中时候的 嗯 物理竞赛的这个 嗯 搞物理竞赛的人 我觉得我在这方面 还是比较敏感的啊 我觉得我还是挺能感受到他这个 到底在受什么力的影响啊 以及他这个运动背后的含义啊 就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 对我们做决定 做了以及了解他的这个性质还是很关键的 嗯 如果说这是没有进多单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啊 他在这震荡震荡震荡 小幅震荡之后啊 他先下去然后又上来了啊 可以在这个位置再再进多单啊 然后他之后就开始涨了 涨哎 然后上去又下来 这没事了 没有产生跌破就行 这也没有产生跌破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进的位置大概在 一一二零二啊 二零二位置 然后这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震荡 然后这就开始往上涨了啊 往上涨 哎 然后这个呢 来到了这一天的盘前 嗯 盘前开盘的时候 盘前开盘的时候 先是往上一涨啊 然后一根上一线哗下来了 这时候我们就是 这时候就是我们绝好的平仓的时候了啊 因为他这个 嗯 说明他这个盘后的这个外力啊 他这个往上的这个外力 对他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了 而且呢 毕竟之前呢 这一天的A股啊 这这这个周五的这个A股 还是很不错的 亚洲亚洲市场啊 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盘前啊 美股这个盘前一开就说明他这个 自己的力量开始介入了 对吧 自己的力量介入了 所以嗯 嗯他在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 就说明他这个不是很好了啊 就他这个就不是很好了 嗯 嗯 那么我们大概在盘外时间呢 这段的持仓可以大概赚到啊 从202啊 当然我们标出的一下 我们标一下前一天收盘价啊 前一天收盘价173这吧 从 但是我们的单子是在 大概是在202的为止进的啊 202到323到323 大概可以赚到 120个点吧 在盘外这在盘外已经很不错了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之后又涨了 之后又涨了跟我们就无关了 对吧 我们一定要维持我们自己的判断啊 不要再被他去蒙蔽眼睛 然后之后啊 他就没有再上去 然后就开始往下走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前一天的开盘价的时候吧 啊 我们看一下前一天开 这一天开盘啊 这一天开盘 嗯 大概开在了242的位置啊 大概是高开了一个0.6%的幅度吧 之前的盘前最高的时候已经涨到1.4%了 但是现在只有0.6%了 既然盘前呢表现比较弱 那么我们对这一天是否要做多 还是要是保守的态度了啊 就是这一天没有什么看法 对这一天的方向没有什么看法 没有什么看法的话 就默认它是一个震荡走势吧 啊 然后盘中出现什么再说啊 再说 一开盘呢 先往上一顶啊 然后就下来了 这时候我们呢 要可以在昨天收盘价的位置啊 去看看这个支撑是否可靠啊 然后可以在这去做多 嗯 在这呢啊 看到这这这个支撑啊 可以去做多 先上去下来又形成支撑对吧 然后顶到昨天收盘价啊 又下来了啊 我们可以在这个阳线被吞没的时候啊 然后在这出掉啊 大概可以转到50个点啊 这个当然这个过程很快啊 我们一定要保持敏感 在开盘这个震荡 那么激烈的时候 一定要敏感 嗯 然后再去寻找支撑啊 在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啊 又有支撑啊 我们再去做一下 然后发现它戳了一下 昨天收盘价啊 又下来了 我们就把它出掉 大概可以也就是转个20个点吧 然后呢 嗯 在这啊 在在这下来 它又下来了啊 下来 然后又回来啊 我们可以在这去继续再进一次夺单 然后呢 它这一根下一线上来 我们持有啊 我们持有 然后呢 没下来 然后又上去了 又上去呢 它这个看起来又上不去了 我们再把它除掉 大概能转个40个点吧 也不好说 所以说看到它开盘走成这样啊 毕竟一个一个顶都在往下走 我们就要去小心了 就是它有可能一会就上不去了 它 它如果说想上去 它这一波 应该是 嗯 得需要它产生一个重要突破才行啊 如果说之后再去突破 怎么着呢 它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弱了 它这个就越来越没有力量 产生这么重大的一个突破 毕竟它这个盘前一直处于一个下跌趋势嘛 然后从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它这个下跌趋势线一直是存在的啊 所以说嗯 之后呢 我们就再看 然后之后啊 又下来 又下来又在 多年收盘价值 形成支撑 形成支撑呢 我们可以在这再进啊 在这再进 在这个支撑这再去进 嗯 把这个趋势线还除掉 然后呢看到我 然后我们关心一下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这一次是否能够形成一个突破 这一次呢又没有突破啊 又下来了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 如果说近在这个位置呢 它还是近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可以先等它上来 然后下来啊 下来之后 然后再去 嗯 再去看啊 再去看 然后嗯 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 嗯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还是有往上突破的可能的啊 但是呢 它毕竟已经连续一二三四啊 已经要尝试第四次了 这个三次三次突破都已经失败了 嗯 如果说第四次再尝试 它的可能性已经是极小的了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这个周二啊 不是周三反弹那天吗 它往上突破的时候 然后 基本上是下去一波啊 然后在疯狂震荡中 没过二十分钟啊 它就顺利的突破了 这一天它已经 嗯 从开盘已经将近两个小时了 所以说从这再突破 它这个 嗯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在这去赌一下它突破啊 但是不要用 不要用大的仓位啊 不要用大的仓位 嗯 嗯 然后 但是呢 我们可以立刻的发现 它 它一上去之后啊 立刻就下来了 立刻就下来了 嗯 嗯 立刻 立刻就被摁下来了 在这个 在 在这块就跌破了 说明了 这第四次突破尝试啊 也失败了 这之后啊 我们就 嗯 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肯定啊 这个这一天肯定是不会再上去了 嗯 基本上这个 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啊 所以说 这个我们就 嗯 就是基本上 保持观望啊 保持观望 果然呢 它在这磨叽磨叽 一会儿又形成一个上一线 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 顶部这个位置 形成这么一个上一线啊 那我觉得 基本上就确定它要下去了 果然它就这么下去了啊 下去 然后呢 没什么反弹的 就又下到了这支撑的位置 在这个支撑的位置 我们还要去做多吗 我觉得就是 嗯 需要就是谨慎了 因为它这个 毕竟它已经没有可能再往上突破了 对吧 它只有可能 要么就是在这个位置范围在震荡 要么就是要往下突破了 当然当然了 如果在这个位置 确实支撑还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再去做多也可以啊 再去就超短线的可以做一下啊 稍微做一下就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下来啊 一会又下来 嗯 它这个一会又下来又形成了一个支撑 然后在这摸击摸击啊 哎 嗯 然后它 之后呢 往上涨了一波就下来了啊 在在这个位置 就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跌破啊 在这个位置就跌破了 这跌破了之后呢 我们如果说做多的话 我们肯定就不再去做了 但如果做空呢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这个入场位置啊 在在这个位置进场去做空啊 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之后就是一波很很完美的一个下跌啊 嗯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觉得这有支撑啊 这这是一个阳线啊 这还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进一下啊 一会跌破了 我们就给它除掉 对吧 然后 当然如果做空的话啊 这个 这个可以是可以坚定持有的啊 坚定持有了啊 他这整个跌了一波 从11110啊 跌到了10940啊 就是跌了170个点 又是跌了170个点 嗯 这个确实是比较的 这个 也也是 确实是周五还是 哎 确实不确定性比较高啊 那么看到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去想 嗯 周五啊 既然已经跌成 已经跌了这么大幅度了 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而且1093几 这也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这个支撑啊 嗯 一个是 这是那个周二那天大跌之后 盘后出现了那个最低点 再有一个呢 是这个也是 嗯 那指之前八月那波大涨之前啊 那一波的这个低点 所以说1093几这个位置是极为重要的支撑 极为重要支撑 这个位置是一定一定不能被跌破的 所以说如果看到在这个位置上存在支撑啊 我们一定要进去去做多的 嗯 无论他发生什么 因为即使他周 他下周啊 再去低开 我觉得也没有无所谓的啊 这个位置是一定不能被跌破的 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了 那么这个整个市场啊 就会 就 就整个这个指数啊 就会显示出 嗯 显示出这个低点啊 没有在 低点没有在新高了啊 它的低点已经去新低了啊 它已经低于了之前一波上涨啊 之前的这个低点了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所以说无论如何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去做多 嗯 当然了 嗯 毕竟是周五了嘛 隔周末他有风险 所以只要小少的进一点仓位就可以了 然后呢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去进啊 看到这个 低点 比比之前的这个低点更高了啊 更高了 说明这个支撑还是有效的 但是呢 之后他这个震荡非常大啊 每突破上去一根他就给掉下来了啊 然后没往上涨一波他就掉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法看这个顶部的 嗯 只能从他这个底部来判断 只能从他这底部来判断 嗯 只能看他底部是否有有效的支撑啊 而绝对不可能这个看到他往上突破之后再去追啊 这个真的是嗯 没有什么这个绝对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我们只要屏蔽到这些顶部啊 只看他这个底部是否有支撑就可以了啊 他这呢 这是有支撑 这有支撑 然后往上之后 又下来啊 这还有支撑的 这就是没问题 这就没问题 然后之后啊 这个收盘最后40分钟啊 再用了20分钟往上拉了一波很快的 然后呢 他就往下回调一点 他就收盘了 那么这样呢 他就是大概收 嗯 如果说我们在这里进了 在这个位置啊 进了这个多单的话 到收到他收盘的时候 大概是有90个点的盈利吧 嗯 至于这个单是否要拿过周末呢 嗯 这个还是有有疑问的 因为这一天按说呀 他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周五如果说整体处于下跌趋势 那么下周一期货开盘的时候 大概率是要低开了 但是呢 问题就是 他1093级这个位置是一定不能被跌破的 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位置是一定不能被跌破的 于是呢 他在收盘前啊 也在这个位置往上产生了一波反弹 那么下周一他的开盘到底是受整体下跌趋势的影响呢 还是从受从这个1093级这个位置往上反弹这个力的影响 哪个更为重要呢 这个我其实是不知道的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对吧 这这也确实处于一个上涨的趋势 所以说这个支撑也是很强的 如果说他隔周末去低开 那么他最多也就是低开这么100个点啊 但是呢 如果说往上 那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虽然说他周四周五整体都处于一个下跌趋势 但是他下周一是否要低开 这个还是不确定的啊 虽然说我每次隔周末 如果说周五处于下跌趋势 我都会去下一个额外的空单 那这次呢我就比较谨慎就没有下 事实证明我这个谨慎还是对了啊 下周一直接 也就是9月14号的时候啊 周一期货一开盘直接就是高开啊 直接就是高开 然后呢就一路开始往上顶啊 这个非常的牛逼啊 这个所以确实说证明了 他这个1093级这个支撑非常强 以至于他从这个支撑上反弹上来的这个力量 直接改变了这个 改变了整个大盘的这个运动啊 所以说 嗯所以说 所以说呢之后的行情啊 还是比较不确定的 因为他往上的阻力啊 有存在众多的阻力位置啊 至于到底什么时候能再往上明显的去涨啊 甚至回到之前的高点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要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嗯但是确定的是我们这些支撑的位置啊 我们肯定是要详细的去了解的 以及每次遇到他们啊 我们可以坚定的进去 还是可以在支撑上去做多的 嗯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 下周希望能有更好的行情啊 这个今天已经15号 下下次呢就是9月14号到18号的这个复盘了 好的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